我們看這個梯子 他說如這個圖 現在有甲跟乙 兩個正方形的物體 魂北里這個系繩 給他接到一個輪軸的系統 這是輪軸系統 那輪軸的半徑比是2比1 這輪的半徑是2 軸的半徑是1 而且輪軸的光滑沒有摩擦力左右 兩輪軸的上端固定在天花板 甲物體置於水槽 這是個水槽 移物體在光滑的上面 光滑的斜面上 此斜面的長與底 長跟底 還有高的比是2比3比 2比跟3比1 所以這是30度 那麼試求下一個問題 我們看第一小題 乙子甲物體質量是20克 甲的話是20克 然後體積 體積是等於10公分 所以他浮力是10克重 他本身重量是20克 浮力是20克重 浮力是10克重 今懸掛上某位置質量的乙 恰可使甲所說的合力等於 然後等病死甲開始等度上升 甲開始等度上升 這要不考慮水的阻力 任何摩擦力下 求此時移的質量 要問在移的質量 這怎麼做 首先這個張力我們叫T1 這個張力叫T2 那我現在把對象釘在甲上面 這甲受了幾個力 受了T1 加上B 減到Mz 減到Mz 這個等於0 所以 我就把它移過去 那T1 這等於多少呢 M是20克 這20 那G是那個重力交度 浮力是10克 減到10 Z 這等於多少呢 等於10克重 10克重 10克重 好 那T1 10克重的話 那這個T2 應該多少 我現在把對象釘在輪軸上面 這個輪軸 所作合力幾等於0 就2 2的話 利弊 2乘以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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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的話 就是這個 半徑的利弊 1乘以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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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T2是兩倍的Mz1 T1 也就是T2 等於20克重 好 這個兩倍 可重 好 那現在乙它還是等速 等速下 那我現在把 這個乙現在說有幾個例子 我現在把對象釘在這個乙上面 然後算什麼呢 算這個 分解在斜面上的合力 在斜面上的合力 有幾個例子 就是重力 在斜面方向的分力 重力在斜面方向的分力 這個我們叫做 F 平行 好 那因為我們曉得 這兩個三角形相似 這個三角形跟這個三角形相似 好 那就這個F 平行 重力在斜面方向的分力 除上這個Mz Mz Mz 這會等於什麼呢 這個三角形這個角的對邊 除以 除以那個斜邊 會等於這個三角形的 這個對邊 對邊是1 除以斜邊 斜邊是2 好 所以我就曉得 沿斜面方向的分力 是等於什麼呢 等於1分2 F 這個1 因為它是等速移動 所以斜 那個 沿斜面方向的分力和等於0 也就是說 繩子拉太力是T2 T2 減掉F 平行 這個等於0 所以我就曉得 T2是20克總 等於2分之1 M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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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D可以消掉 這個D的話 你把它帶重力交度 這是20是質量 那這約掉以後 我就得到什麼呢 Mz Mz 等於1過去40克重 40克了 這是質量 所以乙的質量是40克 所以答案選C 2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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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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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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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這個的話是下降,所以是負的 負的0.1公尺 所以這個乘起來是1 所以是負的多少 它20公分 以物體的未能變化 以物體的話是40克 這樣沒錯 40克 沒有 現在這裡的話 它的長度比的話 它上升20公分的話 這個 因為它轉的角度一樣 它轉一圈的話 輪轉一圈的話,走跟著轉一圈 所以我們假設 它20公分是轉了這麼多角度 這樣的話 它也是轉了 走也是轉了同樣的角度 所以這個 輪子 移動了這麼多的虎長 這個虎長是 20公分 那走的話 它轉動的虎長就只有一半而已 為什麼 因為這虎長 虎長的話 跟它的半徑成正比 假設轉的角度一樣的話 跟它的半徑成正比 那這個半徑只有它一半嘛 所以它轉的虎長呢 是只有10公分而已 所以也就是說這個 它移動呢 往這裡移動只有10公分 10公分而已 所以這裡應該是5公分 高度應該下降的公分 所以這應該是0.05公分 所以這應該是0.05公分才對 好 那這樣的話 就等於虎的多少呢 這個是4 這個是4 4的話乘以多少 所以這虎的0.2公分 嗯 我看 0.05 10公分 這4 4乘以 負的0.05 20 所以應該負的0.2 負的0.2加爾才對 這怎麼會是0.020 我看 40克 哦 搞錯了 40克的話是0.04公斤才對 因為什麼 因為1公斤等於1000公克 所以這裡是0.04 40公克 40公克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0.04公斤 好 這裡是0.04公斤 所以呢 這裡要多一個0 所以這一層的話是0.4 乘以負的0.05 所以應該是負的0.02 加爾 所以這一題應該要選V 負的0.02